与世不停歇,土城区复合型灾害防救演练 照常进行,不受与世影响 演练程序每个步骤扎实演练 其中有关灾害发生后 必须设置避难收容处所,安置受灾户 土城区公所考量到土城一带新住民的语言情况 特别做出了因应 伤请新住民家庭关怀站防灾志工 以越于演练 新住民人数在土城大约有几万人 遇到急难状况不能让语言成为救灾阻碍 土城区公所设想贴心 邀请越南籍志工进行他们熟悉的母语演练 别在意外发生时,觉得被社会遗忘 新住民这一块也应该给予帮忙 所以我们把新住民邀请他们来参加 然后我们找了我们协会里面的新住民的助攻 陪着他们一起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活动也带给新住民 让他们对这些增加一些知识 土城复合型防灾演练过程 除了加强设置避难收容处所 以同理新出发安置外籍受灾户之外 并考虑到新住民是家中的核心成员 透过他们参与演练 传递正确的防灾知识,保障居家安全 数位天空新闻,新北市土城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